宝子们,铁路会员的积分你们都是怎么用的呢? 这步我免费坐火车来了个一日游 去一个珍骨镇感受一下慢时光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吸引力 据考证,黑景从汉代起就开始出产景颜了 元代起大量开采,因此黑景一直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直到近代才逐渐没落,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年颜都 虽然我是云南人,但至今我都没有去过黑景 所以我决定就去这里 黑景属于云南省楚雄市陆丰县 从昆明出发,现在每天只有一趟火车可以到 早上6点20出发,下午4点25回 如果是像我一样的一日游,中间有6个多小时游览,已经很充分了 如果你觉得时间还不够的话,可以住上一晚 或者选择坐车到广通北站,然后坐高铁回昆明 绿皮火车很多年没有坐过了,就它吧 22块5或者2250几分单程的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下了绿皮车,可以坐5块钱一个人的马车去五马桥 不过这好像是骡子吧 黑景沿河而建,五马桥的西南方向是结校总访德政访 这里还保留着一门一窗一铺台的传统老房子 铺台以前做陈列商品,供人挑选用的 很可惜现在这条街已经没有了这种繁盛的景象 跨过龙川江,往左边山上走就是飞来寺 沿河有几口古沿井,右边就是镇中心了 黑牛广场是黑牛沿井的所在地 这口严谨很可惜已经封闭了,无法入内参观 半山腰就是大龙祠,供奉的是龙王 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娱乐功能 谢台子也在这里,从这里俯瞰小镇是真的很小 五家大院也是黑景碧看的老宅 它是一座保存完整的明清建筑 因为五家人考起近视 所以咸丰地赐了这块画笛方辉的匾额 五家大院格局十分阔起 院内总共有99间房 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个圣极意识的大户人家 黑景还有一处不得不看的景点 黑景文庙 作为一个小镇,有这样一座规模不小的文庙 还是很了不得的 从明朝到清朝,黑景出了可考证的近视13名 黑景每周日有集市,可以来赶个集,淘淘宝 商业街也就只有一条 沿着走就能遇到传说中必吃的会友汤 据说这里是老店位的发源地 以前到黑景的沿商很多 因此吃的都比较讲究 所以这里也得以发展 但很可惜当天店家说要做团餐 没有空接待我 吃得上吃不上都是缘分 黑景有个特色主品豆黄小锅 挺好奇的就要了一碗 在我的概念里 这种豆黄小锅应该是用豌豆熬煮成粥状做成汤底 然后再来煮米线或者耳子等等 跟稀豆粉米线,花生汤米线是类似的 但是黑景当地的汤是比较轻的 没有那种非常浓郁的感觉 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 正在感慨这个小镇太小了 连个咖啡厅都没有的时候就被啪啪打脸了 出门右转就发现了一家咖啡厅 店名叫做小甜甜的魔法树洞 做一些常规的咖啡奶茶饮品 电视老宅,空间也很大 到二楼坐下来看看街上的过客 也是一种风景 回程不需要太早到火车站 因为这火车站可能是你见过最小的火车站了 提前一小时才开门安检 去早了只能坐在路边发呆 回程只卖无座 相当于有些国家的自由席啦 不是真的无座 放心用手机买无座票就好了 上车随便坐 即使周末人也不太多 黑景还有一些地方可以逛逛 是个不错的一日游目的地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慢节奏的小镇 那就来逛逛吧 这一趟我甚至没有花掉一张鞋 你觉得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呢 黑景一日游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还有什么你想知道的评论区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